四个人在老挝吃一餐晚饭要多少钱 今天我们来到老挝的味道江湖 看这个字应该是中国人开的饭馆 原来是火锅 所以叫江湖 四个人 说中文 就做对吧 都是好多零好多零几十万几十万的 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老挝的消费 煤菜扣肉12万 四个零 粉蒸肉12万 两个菜加起来就24万 这和人民币差不多100块钱了 冒失我们点三菜一汤的话 200块钱打底了 还没算上饭钱 米饭另外收费吗 五千一个人 五千一个人 两块钱一个人 行吧 先吃了再说 点赞 先把后面的遮住 点 一人点一个菜 我点了个红烧肥肠 十万块 我来个蒜泥黄瓜吧 要有一个素菜 我要有一个叶子菜就行了 一碗菜小白菜包菜 公司菜菜新 这边什么菜嫩一点的 不要熬老的那种 都不算了 都不算了 油麦菜要开钱 油麦菜可以不 蒜泥油麦菜可以 可以 可以吧 可以 可以 老板 向福安 这价值200万的大菜上齐了啊 三菜一汤 红烧肥肠 凉拌黄瓜 青草油麦菜 油麦菜 还有丝瓜蛋汤 丰盛 开干 好了 我们吃一趟饭啊 我们给出30万的现金啊 来 二十七万 四个人吃了27万 四人27万 老板过去 好了 今天晚上四个人吃得饱饱的 三菜一汤 吃了27万 奢侈 哈哈 哈哈 笑 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